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都認識我嗎 我大概應該都有 大概八成我都看過啦 除了那個 剛剛那個麗美姐旁邊那個叫做 邱柏姐 邱柏姐齁 我第一次看到邱柏姐 然後其他大部分 大部分都看過 像我剛剛就 我第一次碰到佑德的時候 是在那個 老師要去那個搶車禮巴辦公室 然後那個 黃老師跟佑德聊很久 聊到被管理掉就對了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老師回到台中 蔡老師回到台中 那你就知道說 老師是很關心 所有台南的這個領導人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韋姬那我過去 就像那個衛星講的 我在超市這個通路 大概有21年的經歷 那21年齁 21年其實我踏入超市 我也不知道說做超市要做什麼 一般人對超市有什麼影響 就是連鎖嘛 就像你人家說連鎖嘛 我在上班都說 買東西的地方 那我當初 我做超市21年 那我曾經是一家 曾經是另外台中一家連鎖超市的 這個採購 購平宰購 大概應該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就當購平採購 然後我進去那個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大概應該 大概跟二樓一樣大 那個座位大概六七十個位 還有很多房間這樣 我都發現那些採購很像我是最年輕的 所以我還曾經得過這個 美國的弱協哥比賽 全國總冠軍 不要招惹你 放心好我很久沒有切了 我會教你怎麼 怎麼挑選好的食材 所以我一家店 我大概一家超市或量販店 我大概進去看一看 我就大概知道這家店會不會賺錢 你們想知道怎麼看嗎 今天沒有交 今天真的不會交 今天放心好 因為擦這個要擦很久 擦很多人 所以我這裡做督導 後來我 我到另外一家連鎖超市 這家超市是那個 這個 我們講的就是衛權 頂興集團的衛權旗下一家子公 就是松青超市 我曾經是松青超市中南部的總督導 我大概管了二十一家店 所以我進去超市 我大概知道看什麼東西 就知道它的來客數是多少 我看哪一個部門 然後哪一個商品 你覺得看哪一個商品 會知道它的來客數是多少 然後我就大概算得出來了 這個 這個教你們也沒有用 這個教你們也沒有用 我學的那些東西 坦白說 到今天來說 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對 可能對老闆有一些幫助 要聽得懂 我要講什麼 我現在所學的東西 可能對老闆都有很多的幫助 因為我這些知識 對老闆有沒有幫助 我要判斷說 對 這家店大概可以活多久 那我要不要在他旁邊 整個車這麼很重要的姿勢 對啊 但是對我有什麼幫助 這個姿勢很像很厲害對不對 那對我有什麼幫助 所以後來我是中心超市中南區以下店的這個主導 但是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就是說 我看到那個魚或看到那個肉 它只要切出來 但是我看到那個魚的眼睛 我就大概知道說 它那個是新不新鮮 然後多久 那個肉多久前切了 我都知道 這個你們就可以學 因為你們要買魚買肉 要買菜買水果 今天也不會教這個 因為今天沒有超市 就是啊 我曾經那個聚會很好玩 我曾經有三個聚會 帶他們去逛超市跟兩版店 然後逛完他們就比較清楚知道 這個東西可以買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買 這個課其實是可以教 這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有些時候 你們經濟超市 你們都怎麼買東西 像這個智能 它就是內行的 因為它是做這個 做挪威輕魚 它為什麼一直強調 它是挪威輕魚 你知道嗎 台灣有產輕魚 你們知道嗎 台灣有產輕魚 你們知道嗎 不然柚子的內行的 台灣輕魚跟挪威輕魚差在哪裡 這就是有的 外觀也不一樣 第一個魚種不一樣 那第二個 它的優質飽滿度真的不大一樣 那個是 吃起來口感也不大一樣 真的 差這麼多 第一天可以吃 第二天就很難吃 所以挪威輕魚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一個魚 我大概在上兩個月 我去台北參加PowerLunch 有沒有聽過李婉萍營養師 有 他是網路上或電視節目邀請營養師 那一天很好玩 那一天他也去參加PowerLunch 那我們都會先點餐 對不對 他就說有雞肉 有豬肉跟魚 那他很好玩 他說他跟他老公地中才回來 他就傳訊息給靜怡姐說 我點魚好了 那他就問他 你們今天你們點什麼餐 你們今天都點什麼餐 哇今天太多種了 如果說假設有豬肉雞肉跟魚 你會點什麼餐 魚先 魚先 你都會先點魚嗎 對 因為你賣魚嗎 沒有我本來就是吃海鮮比較多 吃海鮮比較多嘛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婉萍老師你覺得他會點什麼 這三種嘛 雞肉 豬肉跟魚 因為台北沒有像這裡這麼大眾化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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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姿勢啊 那這個姿勢是有多少人可以用到 就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姿勢的傳達很多人用得到 那很多人也接受 你這個商品的銷售就會高很多 那相對性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現階段 現階段什麼東西好賣有沒有很重要 所有的買家都在想這件事情 所有的買家都在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一直知道他是挪威的鯨魚 他不是台灣宜蘭的鹽鯨魚 因為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 因為挪威的鹽鯨魚真的是吃起來比較好 那更讓他有營養質的概念 所以相對性他的銷售 台灣人只要吃鯨魚 基本上都會選挪威的 雖然那個宜蘭的價格是挪威的五分之一而已 很像宜蘭的五分之一而已 你就買五分之一的就好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選挪威的 我覺得這跟知識的長達很絕對有關係 所以王老師他就講一段話 他說商業教育化 教育要商業化 我覺得這段話大家可以學起來用 這段話非常非常的受用 因為我們會發現 現在目前哪一支手機最好賣 蘋果 蘋果最好賣 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蘋果手機有沒有銷售員在賣蘋果手機 沒有 甜牌價值 蘋果進台灣的時候他沒有開店 他那些什麼Story 或是說那些店通通都是 經銷商自己去開的 你們要知道這個概念 不錯耶 那個通都是經銷商去開的 那個概念就是說 他已經從行銷模式在轉變了 以前過去是員工說我的公司產品很好 你的東西就不會翻過了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 用消費者 傳消費者的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很重要 網路會讓一家店打 網路會讓一家公司火 聽說有一家公司在台南很有名 叫做益叉莓 叫益莓 他是不是很厲害 是不是有很多網路的民眾都說 他是安心 我們要拿新台幣給他下架 那為什麼他會那麼的強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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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網路的民眾 他只要做網路行銷做得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是義美的業務嗎 你們都認公義美嗎 所以曾經你看我們剛剛那個 他剛才講說 7的數字 7他的數字 他應該2100億應該有加 他的其他的公司 才會2100億 如果存7的一夜是1400億 如果純粹只有7出來一夜是1400億 你們有聽過熱清嗎 熱清你們不知道嗎 熱清就是在清潔公司啊 地產的啊 那家公司叫熱清 那是他的嗎 那是他的 你有聽過 DONUS嗎 他的產業非常多 那也是他的 他只是說 我把他賺到那裡 然後之前還有一家已經分開了 那家就是五印良品 但是他已經把他賣掉了 回歸日本去經營這樣 因為他已經獲利了 已經加賺了 賺很多錢了 對啊 股份再拿回去這樣 但是加加起來才會2100億 如果存7 1400億 那 還有聽過哪一些連鎖通路 剛剛講7 那回過來講全家 全家大概不到600億 全家大概500多億 因為他有3000多家店 但是全家 兩年前有一個動作 我覺得他做的蠻好的 因為他跟 他跟義美掛在一起 他說他是小型義美專賣店 嗯 有沒有發現 貝利商店很少人在賣義美的 400cc的豆漿 對 只有全家在賣 嗯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轉變的概念是 耶 結合 他很聰明的概念是 他有結合到網路行銷的概念 我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說 你看為什麼義美的東西 他會賣得那麼好 如果義美有沒有 單點的門市在賣 有 有 有 你知道義美門市在台灣開幾家店嗎 義美 義美有專門的專賣店 有 有啊 全省多餘 你們知道他是開幾家嗎 以前還有大業班耶 一 一美大概只有一百多家而已 對啊 那不多了 那一百多家 為什麼會到全省的民眾都說義美很好 對 為什麼全省民眾都說義美很好 為什麼 那你們有聽過義美有很多不好的新聞嗎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嗎 有啦還是有 那我怎麼聽過很多 為什麼 還是說我在 因為你在工作 因為你在工作 但是那個都有上過媒體耶 對 你是去查義美小炮湖事件啊 我以前也帶過義美啊 對啊 然後他就寫說他的那個 應該是員工去投訴的 對啊 員工說他的那個用料是過去的 你是外人 你怎麼可能知道他的用料是過去的 對啊 然後 然後 有一次不小心一隻小小的東西 然後有尾巴的 然後你有沒有很討厭的 掉下去 然後他廠房裡面掉到那個小炮湖裡面 然後也被親吻看出來 但是你也會發現你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啊 但是你們發現你們一定知道說 一 他是一個很安心的企業 你一定要想辦法讓他的 用心臺幣讓他的產品去下架 對啊 這件事情你們都聽過嗎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因為他的消費模式就有點接近 像我們講的蘋果手機的概念 他是用消費者傳消費者的概念 這個是很恐怖的事情喔 為什麼以前都是實體公路在銷售 但是你看喔 網路 已經橫化一個不同的概念 網路的民眾 我們要顛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網路的 是只有限制台灣嗎 是全世界喔 全台灣啊 一天流量最大的那個網站啊 聽說啊 有70%按讚數都是國外人在按讚 國外 會這樣子 因為他很厲害就是說 他這種網路是可以的 可以讓一個人的名聲變得很好啊 所以讓他的那個點閱率 按很高的讚的比率 那相對性 你的能力就不一樣啊 那回過頭來也一樣啊 網路可以讓一家公司把它活得很好啊 那網路也可以讓一家公司 就是實在好慘啊 我就是其中的受害者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 頂心的子公司嘛對不對 我們公司跟頂心沒那麼關係啊 但是你看他就說 要拒絕讓那個 要新台幣讓林鳳宜下架啊 對不對 林鳳宜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啊 因為他是頂心的公司啊 但是他是其實他 大陸網 大量網路的那個群眾的能力喔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很重要喔 你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 時代一定要一直轉變 所以你會發現 最近有很多事情在轉變 你會發現 現在有沒有很多 亮飯店一直在開 亮飯店一直在開嗎 亮飯店一直在開嗎 我聽清楚一點喔 現在有很多亮飯店一直在開嗎 沒有 亮飯店喔 亮飯店就是 Costco的啊 平均就是大概兩千坪的 很大的那種喔 有一直在開嗎 現在有沒有很多加樂福的超市在開 有 加樂福亮飯店以前都兩千坪 現在便利150坪 加樂福一直在開店 今年所有的通路業者 超市跟亮飯店 只有一個通路在成長 業績在成長 哪一個通路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最年 加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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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開小型店 他變成社區型的 對 他是用增加店去增加 但是你們知道他 他會不會賺錢嗎 他開小型店會不會賺錢 會吧 你們知道會不會賺錢嗎 還蠻想你們不會知道啦 只有我才會知道 那個去算萊克市就知道了 那他有一種很大的概念 因為他開了小型的超市 相對性 只要他旁邊有全聯 全聯業績會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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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 那很正常的一定會減少 這種概念是這樣子嘛 但是你開一家店 你看喔 假設我們開一個實體通路 我們開一家店對不對 開完了 那家店可不可以馬上就錯掉 或跑掉 開一家店成本多高 非常高 開一家亮飯店 以前那兩千瓶亮飯店 開一家大概兩億 所以他現在敢不敢開 你看喔 租金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 那人事成本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 那你們說越來越貴 你們薪水都沒有漲 對 沒有啊 但是政府會一直拉高 兼職的基本薪資啊 他們成本是什麼越來越貴 那水電費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 所以你開越大是越有利 越不利 越不利 那小型店租金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 也越來越貴啊 那水電費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啊 人事成本有沒有越來越貴 有啊 大小型店通通都要人事成本啊 所以開實體通路很辛苦 你們知道嗎 這個概念你們都知道 不管大或小喔 成本都是一直增加的 只是你的營業額的比重 那他是希望說透過大量的營業額 然後用大量採買的機制 所以讓他的成本可以向低 他的概念是這樣做 但是相對性 假設說 他開了小型店 他沒有賺錢怎麼辦 沒有賺錢 他也會連鎖效應喔 如果一家沒有賺錢 兩家沒有賺錢 三家沒有賺錢 還關起來 整個家沒有賺錢 你就會發現 像那個 昨天一個新聞 新光三月百貨 他準備要收兩家店 一直要在新竹的中華路 一直要在台北的南京西路的二店要收掉 你行李好有錢要收掉 你行李好有錢要收掉 你行李好 行李好 行李好不會領個賺錢 這是酒店喔 這個是 這個是看起來生意很好啊 但是實際上他 我剛剛講的啊 人事成本增加 路徑一直增加 水電率一直增加 過利減少 你的營業額會增加 你幹嘛 當你營業維持水平 你覺得他很好啊 但是營業額會收掉的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耶 那回過來講 我當初為什麼要做案例事業 我覺得做案例事業很簡單啊 因為我當初我的同學跟我講制度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做採購 我就說這個 這個低風險啊 加入有什麼條件 一千塊 一千塊嘛 對不對 加入一千塊嘛 二十歲啦 然後鄧中央要二十歲 二十歲最困難啊 對啊 那我就覺得 這個這樣還好啊 然後 他就跟我講五點 他說百分之百滿意保證不滿退款 去超市電話店買東西 不滿意可不可以退 要有發表 五天以來 七天 十四天內都可以退啦 政府規定的啦 十四天都可以退 你看說不退就是好人啊 因為他不知道都可以退嘛 所以他覺得買錯就還好啊 所以我還蠻開心 那個家人的 但年紀那麼輕 口條就這麼好 就運氣那麼好 加入這麼好的環境 你一定是有 長輩一定是有 有什麼 應該是 應該是喔 應該是喔 他那個 我加入的時候 我都會講 滿意保證不滿退款 我是消費者 有沒有什麼風險 沒有 那第二個 一百萬美金責任險 很多產品 有一百萬美金責任險 這很好嘛 保證消費者 我是看到存貨購回約定 存貨購回約定 不知道的舉手一下 存貨購回約定都知道嘛 好像知道我就不講了 適當的存貨嘛 假設說我 我這三年沒有在台灣 我可以把家裡沒有開工的存貨 原本無通的可以給案例公司 只扣你5%的稅金 而不合理 合理嘛對不對 你看起來沒有什麼風險啊 那也沒有最低要求 沒有最低存貨要求啊 所以我就是因為 相信我同學說 這五點是真的 我才進來這環境裡面 真的很認真做嗎 是先進來懷疑吧 他還要懷疑 我做採購耶 開玩笑 採購就是對所有的東西 進來都要懷疑 然後我都要懷疑你很貴 我都很懷疑說 你跟我報了價很貴 你應該價格 以我報的比家人還貴 我們都會用這種判斷 我都會去懷疑他 那相對性 我建築案例事業的一樣 我也是用這個角度來判斷 那後來我要進去懷疑 我要進去那個 泰倫老師開的會場裡面去懷疑 我去認真聽啊 然後我就像佑哲一樣 佑哲說他看了一個月嘛 其實我也看蠻久的 你知道嗎 我要進去看一下 我要去求證啊 因為做採購本來就要求證了 不然我的主管給我問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間就好了 為什麼要買兩間呢 你應該算一間比較稍微買就好了 為什麼要買兩間呢 因為我就是要用這間 要抵制這間嘛 我要讓他覺得好 你不能給我買不來 所以你看做採購有很多很多假設想法 那相對性 我做案例事業也一樣啊 我很認真去判斷啊 我買延期 我真的要跟智能買 還是跟其他朋友嘛 我們也要很認真去考量去判斷啊 對 那要自己去體驗過啊 那案例公司 我覺得案例公司很特別 有一個點 你們知道案例公司 你們有沒有要去研究這個 案例公司有做一個動作耶 他很厲害 他自從做這個動作以後啊 他業績就是往看標了 他去開體驗的 他去讓人家進去看 以前的案例公司是怎樣 就叫發貨中心 你摸摸產品的啊 他不像現在的超市一樣 以前是 就是一個櫃台 然後你女後你就寫單子 然後讓他去撿貨這樣子 你結帳完就是提貨這樣子 你貨是摸不到的 講對的都是做十年以上的 以前是這樣子 你們都不知道啊 真的 以前是發貨中心的 是摸不到貨的 現在 他自從從桃園開始改 改體驗中心 讓你去體驗案例的產品以後 他業績就大成長了 所以我們講一個很簡單概念 我就會去研究他的產品 然後我就會去研究他的 他的公司 他說不OK啊 但是我也去看案例公司的改變 我會去看他的行銷模式的改變 因為我是採購嘛 我是督導嘛 我看的角度 可能跟一般的不大一樣 但是我就會發現說 這個公司啊 你不跟真的有點可惜 你會發現 一個持續會成長公司 代表他有做對事情 你會成長 代表你有做對事 那你會知道說 你看喔 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體通路 都面臨一件事情 業績通路在下方